小姐要出去一会儿啊 你在这里待会儿跟阿龙和妈妈玩 等一下就回来了 哈喽大家早上好 我是小秋 现在呢我出发去人民医院那边抽个血 因为挺久呢也没有复查这一个假抗了 这个指标呢先复查一下 其实我也停要一段时间了 那停要这七天好像前段时间还好 就是说没有什么症状 好像这几天就感觉有点不大舒服 失眠咯最近咯 睡不好 然后很晚才休息 医院门口电动车都排满了 阿龙最近呢都是忙着出国的事情做准备了 所以他最近也比较忙 更新的也比较慢 但是呢他都是时刻赔着半斤的 我呢到了医院这里了 现在先去抽个血吧 应该是没有那么快就出结果的 估计要下午或者第二天才出来 二楼是雁雪区 现在上去三楼 三楼呢是内科 内分泌科 我已经提前挂号了 现在去取个号吧 快到我了 下一个 已经缴费了 现在呢去二楼抽个血 好多人排队抽血 刚刚曾姐给我打电话 她说要我过去喝猪肉粥 我说不过去了 我说已经回到家了 姐姐说去历日喝早茶 趁到一起吃午饭了 这里车位比较紧缺啊 上去六楼 有心得过来这边了 第一次过来哦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整个西湖哦 风景好亮啊 这里哦 那里四楼之游啊 对啊对啊 就是那里 这个叫做港式棍匠的成本 好像很清坦的样子 对啊 再拍一个 对 吃了吃了 边喝早茶边聊天 主要是这里风景不错 这边 环境好 但是价格比较贵 对 价格比较贵一些 环境好 这里还有酱子 这样子的吗 牛牛牛牛牛牛 已经喝完早茶了 姐姐说 先来逛一下买条手链 因为你马上生日了 对 马上生日了 姐姐说为我挑条漂亮的 呵呵呵 过来书宝殿这里了 工艺不一样的 这个是玫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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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运气 对的 好运一直伴随着我 好看 好运运运来 好运运运来 好 好 那我送你什么呀 不用了 你要不要再挑一招 都送了 用手银子 我可以看转一招 我都已经带了一条 带的了那么多 哈哈哈 有关系 可以看一下的吗 对啊 看见有没有其他喜欢的 不用了 不用了 有心就可以了 炸什么 买了一条手链可以炸鸡蛋 炸鸡蛋 走 看到我上面那里的小姐 也跟她加油了吗 今天她在我们高绿五这里 选个玩意 就是在羡慕吗 没有 现在到了我们炸鸡蛋的精彩时刻 我们倒数两秒 五 四 三 二 一 哇 鸡蛋一开好一点点 哇 祝希我们的刘小姐 拿着我们的一灯奖 哇 哇 哇 一灯奖是什么 这个 用贵总可以的 没关系 就是还要再挑一招 就刚刚那个不行啊 刚刚那个不行 因为她是买了单子 哦 这样子 所以只能再挑一招 再挑 那就再挑了 那我送你一个 下次吧 小姐姐还给我送了一个银银银 姐姐已经交钱了 现在 写班纸 挑完手链了 现在妈妈说要换一个手机壳 过来再买一个手机壳 顺便过来不行 街这里逛街了 我们来得比较早啊 所以现在还没什么人 姐姐挑两套衣服 给浩浩和浩然 刚刚喝完早茶和家人了 一起去逛逛街 好开心啊 今天相聚 我回来拿了电脑 然后换了一件短袖的衣服 比较凉快一些 今天好像有点闷热了 我现在先出去拿报告了 去医院了 其实手机也能看到报告 但是呢 我觉得有些报告还是要给医生看 我看到好几个箭头 有点不响的预感 赶紧拿给医生看吧 我们已经从医院回来了 现在呢 在工作室里面 也刚刚都把订单打包好了 在这里呢 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我的一个病情吧 刚刚大家也看到 其实我那个指标呢 也是很多箭头 然后面呢 可能就暑假过后 暑假我也生病了一段时间 然后也阳了 再过来这段时间 可能也比较劳累 就一下子呢 就暴瘦的比较厉害 还有呢 就是最近呢 我本身呢 可能就是假看的原因 然后就是它复发了嘛 然后呢 导致我失眠比较严重 我这几天将近一个星期 其实我是没有怎么休息的 就晚上 我几乎是 没什么睡意的 然后可能只睡了两三个小时 三四个小时睡不着 我就干脆呢 就早点起床 就去干活了 所以呢 最近这个状态呢 也不是很好 医生他给我的建议呢 就说第一 喝水量一定要跟上去 就每天是2000毫升 第二呢 就是一定要运动 他说轻微的运动 不要大幅度的运动 就是早上或者晚上呢 都可以坚持运动半个小时 然后第三呢 要听他的意思去做 就是要吃这一个五骨杂粮粉 他说五骨杂粮粉呢 是里面含了一些 就是有纤维啊 还有呢 一些蛋白质啊 就是经常我们吃 就比较少吃这个五骨杂粮嘛 他说我的营养呢 也缺乏了 然后还有第四呢 就是必须早点休息 因为可能我最近也是熬夜的原因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的指标是写的是铁蛋白吧 好像是这一项吧 就指标呢 就特别高 他呢 就说我也是熬夜引起的 所以他让我必须要听从他的医生的话 就是必须第四点 就是要做到十点前就要睡觉了 医生也说了 我必须得听他的这个命令去做 因为呢 我这一个指标呢 可能会比较严重 然后呢 会慢慢慢慢的严重到 会往癌症这一个方向去发展 所以呢 就对我来说呢 是比较严重的 医生说必须得调整了 所以呢 我也得重视起来 反正 我呢也要真的好好规划一下了 之前我说的规划 但是都没有认真去做起来 因为我总是很多 忙起这忙起那来 就忘了这忘了那 甚至有时候连药也没有吃 喝水也没有按照医生的去盯着去做 所以还是要好好地调整一下这个 做些时间的 医生们也开了一些调睡眠 然后吃心脏 因为我的心脏跳得很快 还有呢 吃那个维生素 B 钙片 还有就是提高免疫力的 它这些都开了给我了 就按一支药吧 然后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调整为早睡早起比较好 就按一支